高雄有民众在左营区的停车阁发现了一辆银色轿车 不仅后方的车牌就连车门呢也都画上了符咒的封条 不免让人怀疑说难道这是最新闪避收费的招数吗 这也引发热议 不过根据了解其实收费员遇到这样的状况是正常开单的 只不过九站车位跟挡住了部分的车牌恐怕是已经违规 但马路上银色轿车停放车阁内 一旦仔细一看后车牌跟前后车门之间都被贴上长长的封条 靠近一点看这个封条怎么怪怪的 因为这可不是法院封条而全是自己手写上去 画面让人看傻眼 网友看了笑说这封条就像是模仿符咒一样 还质疑这该不会是闪避停车废的新妙招吧 但字这么丑神明会哭泣啦 只不过也有民众疑惑会不会是太久没脚钱才被封在那 是被封印的感觉吗 贴满封条的轿车就停在高雄左营区的左营大陆 据了解其实这辆车已经停放许久 尽管车牌跟车门都贴上封条 但依旧正常收费 但久站车阁还是有可能被强制移车 占用超过15日交通局会书面通知车主来限期领取 那如果与期没有领取交通局会将会做一个一致 该车车牌遭自制封条遮蔽属实 已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将主动联系照片提供人 另外车牌遮蔽警方将开罚举发 而目前原警已将封条移除 并查明遭贴封条是否属人为恶作剧 只是车辆贴满各种封条 持续引发民众热议 记者陈寅于登明高雄采访报导